我們其實現在都在說 那個為一個真真正正做促全工作的人 一個使徒 這個內修的生活 Interior life 是非常之的緊要 所以我們那個使徒工作 有多少的果實 好在乎我們真的有沒有一個內修生活 因為上一次我們講過的內修生活 讓我們可以得到天主的降伏 沒有天主降伏什麼都做不來 還有就是我們內修生活的時候 我們能夠去給別人有好好的表揚 所以我們不只是去講祈禱那麼簡單 或者講去愛天主那麼簡單 我們真真正正活出來這個行為 那麼我們那個的信息 才能夠有這個說服力 因為我們給的不單只是一個信息 而且我們要用是標記 來去支持這個信息 所以我們的德行 我們的善表是一個很強烈的標記 來去支持這個福音的信息 以及在有超聖生命的時候 亦都是把那個恩寵 把那個德行顯示出來 顯示了有送望愛的德行 給人帶來有希望 以及顯示了謙卑、君良等等的德行 來可以照搖他人、幫助人 能夠可以更加接受到那個心 接受到福音的道理 所以這個是我們上次特別提到的這幾點 就是我們有這個超聖的生活 我們得到天主的祝福 我們給予人這個善表 我們可以發揮這個炎與光的作用 散發這個德行的芬芳 有送望愛、謙卑、溫良等等的德行 就是亦都內周的生活 令到福音的工作者 能夠真真正正在說話上 是可以很有口才說服力的 這個口才不是只是來自人的說話能力那麼簡單 而是說來自那個對天上的事物 對超聖的事理有一份真真正正的形式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 《漁王宗徒》 我們這個堂區的主寶 他在最後晚餐 很接近耶穌的聖心 而他亦都是得到天上的智慧 他能夠給到很好的信息 通過他所寫的福音 所寫的書信 所寫的密時錄 來幫助人去揭示給人 這個超聖的道理 所以我們能夠去說好的道理的時候 不單止我們當然去準備我們的學習 我們的熟悉要理 熟悉聖經 來跟別人分享 跟別人去講解 也很重要的是 我們是真真正正有一份內修的生活 能夠讓聖神通過我們 來將天主的信息 來帶給別人 所以我們亦都是很重要地 不單止我們去熟習聖經 有祈禱的生活 還有對聖母的敬禮都很重要 很多使徒的工作者 他們有這個成功 有這個力量去觸動人的心 因為他們都是對聖母有一份敬禮在這裡 所以我們內修的生活 幫助我們的說話 能夠更加有這個能力 來去觸動別人 因為這個說話 不僅是來自腦海的思想那麼簡單 而是真是法治內心的一份信心 很肯定知道我們很堅信我們所講的道理 所以現在只是腦海明白去講 可以幫到人 可以明白更多的道理 可以更加增加信德 但始終都不及得上是法治內心 就是腦海和法治內心共有這個說服力 所以我看到譬如聖約望中途 其他的聖人 因為對聖體對聖母的敬禮 因為有一個真正祈禱的生活 所以那個說服力 那個conviction 那個理念 是法治內心的 很堅信的 去講出來的時候 令到真是可以更加觸動到人的心靈 還有就是我們這個內修生活 亦都會令到我們能夠 有這個對靈魂的影響力 可以是更加深和持久的 亦都有一個說法就是 沒有一樣的善功 可以摘根 可以有一個真真正正的持久性 穩固定性 一直可以延續下去 除非開始這個工作的使徒 是真的通過有這個內修生活 將這個內修生活 來在其他的靈魂身上 來彈生出來 所以如果一個團體它整起了 可能一個團體它可以做很多很有聲有色的事 但是可能做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根據其他很多世俗的團體 怎樣做 我們跟著怎樣做 別人聰明財 我們都繼續用財經的方法 去修纜人 去到宣傳 或者我們可能是覺得 我的團體 要有聲有色 可以和你的團體練過 大家競爭一下 看看誰聰明 所以懷著一個世俗的精神 來開創一些這樣的運動 或者團體的時候 往往是不會持久的 因為這是只是用人的方法 來去建樹 但是真真正正是做天主工作的時候 你是想去幫助 來參與這個團體的人 這個善功的人 不是只是說 是一個一股的熱誠 去做好這個團體 讓我們可以好好看看 我們可以有這個滿足感 我做了一個這麼厲害的團體 團隊在這裏 不是只是這麼簡單 而是說 我們真真正正是想 我所做的這個工作 是藉著這個團體 去幫助參與的人 在他們的心裡 能夠燃起這個內修生活 當那個目的是高尚的時候 當這件事真正發生的時候 是在參與的人的心裡 能夠去建樹到 有這個真正的內修生活的時候 這個善功才可以持久 否則的話 那個善功 可能就是做起那個領袖 可能那個領導人 他可能可以做到多久 那個團體絕對多久 但到後來他做完了 可能蒙主寵召了 或者可能做到厭他退休了 不再做下去了 那個團隊可能真的就會落盪的了 因為他不是建基於 在一個真正人的心中 能夠燃起內修生活 而是可能因為 那個人可能是 很多時候人是會有的 這群教會多久 可能有些人是有一個領導才華 可能他是有一個魅力在樹 吸引到一些人來 但是那個人後來 那些人性的質素 後來人都會老的 後來都玩完的時候 那個團隊都玩完的了 但是如果那個人不是建基於人 那樣的那麼簡單 是建基於天主 是真的在那個目標 不是想怎樣在人面前認 或者怎樣可以整到有聲有色 好像做Marketing那樣 但是真是為了幫人在內修生活當中 可以成長 可以幫人真正有真正的內修生活的時候 這個團體它才會是真正的持久 才是可以一直這樣延續下去 所以他們都是說到 就是他們在這本書那裡 就是對比過 就是有些團體 他們為了吸引人 或者想吸引一些年輕人 他們會用很多方法 可能買一些很貴重的遊戲回來玩 可能要找一些很美麗的電影來去放 可能要找一些很美麗的食物來去吃 可能要找一些很特別的遊戲來去玩到興 玩到很厲害 但是有些很有經驗的 真的去做這些團體的人 就覺得這些是不需要的 覺得我們可能是一些簡單的遊戲 可以來去做一下 簡單的東西不需要太複雜 但是真正正的團體的核心 不是在於搞很多的活動來去吸引人 而是說真的要單刀植入 我們的目標不是玩遊戲 我們的目標不是做些甚麼 有聲有色的東西 我們的目標是要培養人成為一個真正的好教友 所以是要那些人做真正的好教友 來去有真正的內修生活 所以就是要那些人 他們真是核心分子 他們是有內修的人 要是來去做祈禱的 要是願意去做物想的 有一個好的盛事生活 有一個好的教友的生活 不怕去犧牲 不怕有這個黑己精神 所以這本書也提到 所以有些團體他們有一個弊病 就是他們做很多外在的事 做很多貴重的遊戲 很多的項目 為了吸引人 但是用了很多的心力 用了很多的力量 去做很多其他的事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 他們需要有人去指導他們有內修生活 否則他們其實甚麼都做不成 團體 何時那些人搞的人還健在 那些人就像蛤蛤蛤 何時他們玩到厭 不再做下去 或是他們蒙主寵召的時候 或是腦袋退休的時候 那團隊就倒閉了 也不會倒閉 可能倒閉了一段時間 所以最終都是倒閉了 所以裡面就是 那個真正可以持久的善功 是真是可以在那些成員身上 建立內修生活的善功 那他們可以繼續下去的善功 可則的話這個善功是不會下去的 所以他們也說到 有些情況就是 他們就說到 有些的善功 或者一些的團體 他們可能就是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很多人說到 首先你想一下就是 譬如聖奧斯定 聖Philip Neri 他們在當年想去複存 他們所在的地方 都不需要搞什麼有聲有跡的事情 他們不需要做很多要放電影 或者要玩很多貴重的遊戲 要做很多滑碟的活動來吸引人 他們不需要 他們就是單獨藉入 講天主的道理 去幫人的心 是可以有一個真正的內修生活 所以幫到很多人可以歸化 不需要做其他那些特別的事 但是也有些人 他們想到就是 有一個可以說 有一點點善心的人 可能有一點點不同意的地方 就是我們去到一個做善功的團體 當然有些人可能是很有這個心火 是想有一個好的內修生活 有些人可能是喜歡屬於這個團體 但是他沒有一個心 是沒有一個的心 來一個內修生活 來培養出來的 有些人就會說 不如只是集中於有內修生活的人 才去培養這個團體 寧可少些人 而不寧可 是有一個把團體的質素 來拖低了 那也有些情況之下 有些團體可能是不可以做到 或者將一些人分開的 譬如說到 可能他那個團體是一個孤兒園 或者是一個宿學校 那你做神掌的 或者做修女 要負責那個團體 你不可以踢走別人的 你的孤兒園那班的女生 或者男生 然後他們要幫他們的內修生活的時候 是一群人一起幫的 那這本書就說到 其中一個的平衡就是說到 如果你是真正去幫別人 培養內修生活的時候的話 你是會最終有一群 會可以突出出來的一群熱心教友 就將他們去集中培養那班熱心教友 讓他們可能不是跟其他人一起去培育 但是他們特別去幫他們培育 然後讓他們可以去到一個成熟的程度之後 再將他們去跟其他人 可以影響到其他人 但是有一定的時間 他們需要跟其他人 是有不同的培育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們本身 他們本身沒有這個心火 有內修的生活 他們可能唯一給他們的東西 可能只是說 叫他們辦好告解 做每天做祈禱 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他們可能不犯大罪 他們都已經很好的 但是他們要做好教 最基本的東西 可能不犯大罪 他們都知道天主教的道理 但是你說真的有內修生活的人 才是真是可以 成為另一個 例如Catholic action 他主要是說Catholic action 或者任何傳教的團體 你真的要發揮到一個狀 那些人是一定要有內修生活的 否則就是 就是不會持久到 不會做到真正 有作為的東西 可以幫到靈魂的東西 所以他就說到 是來培養中堅分子的重要性 來幫助團體 可以收得成性 所以也有說到 能夠有一班中堅分子 在每個堂區 在一些團體 能夠發出地炎世光的作用 去用他們的善言善表 影響其他人 這個是全教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一個很重要的事 所以也說到有一句說 教宗聖秘戶十世 跟一班書記主教 有一個很有趣的談話 教宗問他們 你覺得今天我們最需要的是甚麼 來對拯救社會 一個書記就說 要建更多天主教的學校 教宗說不是 另一個書記就說 要建更多的聖堂 教宗說都不是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要更快去修覽多些的神父 教宗說不是 不是 他說最重要的 最需要的在這個時候 就是每個堂區 有一班的平信徒 他們是要有德行 他們要明白道理 他們要很堅定不移 以及要是真真正正的使徒 所以這個就是 這班我們要培育的加油 你們在這裏 你們要是很有德行的 你們要是明白道理的 Enlightened的 你們要是resolute的 堅定堅定不移的 你們要是truly apostolic 要是有使徒精神的 所以我們這裏 就是我們軍訓的地方 我們要好好地來去 堅持你們 去做好這個軍訓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故事 說到 就是有一個修女 她在一個修會 去教學生道理 這個修女 她本身教導理 她是一個很有口才的修女 她可以做到一個學生 她們很exciting 她們會 嘩 好啊 每個人都很喜歡她說話 很喜歡聽她說話 這個叫修女X 這樣修女X 有一個 就是負負責她們的修會 的神師 對她的掌上說 掌上 我想修女X 可能會最好給她 最低限度一年 叫她不要再教導你 這樣那個掌上就說 神父 你說什麼 她說她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那些學生 從不同城市的地方 來到這個 聽她說道理 她這麼厲害教導你 如果我們擠走她的話 那些小孩也都會離開我們 神父就說 我從旁邊 留意她怎樣去教學法 她說 沒錯 她是真的可以將那些學生 令她們真的可以從天飛起 非常之的振奮 但她用的方法 太過人性化了 只是用人的方法 她說 給她另外一年的初學 她就可以有更加深的 內修生活的基礎 她就可以不單止勝化自己的靈魂 也可以通過她對靈魂的熱誠 去勝化其他的靈魂 令到她的熱誠 和她有的talent 她有自己的天賦 可以真的勝化到其他的靈魂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她自己也無法覺察 在這個時候 她是站在耶穌的工作 和靈魂之間的工作 那些人留意的是她自己 不是在留意的是耶穌基督 她做了耶穌基督 在這些預備初領聖地的小朋友的障礙 那她說呢 她說呢 母母 Ladmada Superior 她說 我知道你不高興我這麼 insistent 這個小女兒要去一年不夠教書 她說我和你做一個 bargain 我和大家去試一試這個做法 我知道現在sister x sister n sister n 是一個很有內修的人 而且她似乎外表上 沒有什麼特別的天賦的才能 叫你的總會長 派sister n過來 這樣呢 sister x 她可以照顧頭的15分鐘 去教那個課程 變成就不會有些學生走光了 有些學生會永遠在這裡 但是呢 然後呢 後來就由sister n去教 慢慢慢慢 sister n就全部教了 sister x就可以離開了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些學生呢 會靠來靠來靠去祈禱更加熱心 向聖詩更加有這個的心火 他們會更加有這個叫做修煉心神 還有呢 他們都會更加呢 來到去呢 更加有這個學習的 更加學得這個道理 更加有學習的心火在樹 那這個呢 可以從這個東西去量度一下 那個的效果 那所以呢 大約去了兩個星期之後呢 這個獎項真的發現到 這個神父所說的預言呢 這個可能是天氣預告 是完全的正確 因為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sister n真的呢 單獨去教這個班 學生的人數反而更多了 而且真的呢 那個是基督通過sister n 去教導那些的學生 他對人怎樣去那個眼神 他做事那份的修煉 他那份的溫良 他那份的慈善 他做十字聖號的那個姿態 完全是帶人去他自己那裏 帶人去耶穌基督那裏 那所以呢 雖然sister x 她能夠將一個可能比較沉悶的一個課題 用這些很聰明的方法 來做到她對人非常非常有趣 但sister n她做得更加多 她當然她不會忽略去預備 怎麼可以跟別人講道理 但是她呢 亦都是她那個的秘訣 就是呢 有一份好像一個聖神富裕那樣 是呢 那個的靈魂呢 能夠通過sister n 真的可以跟耶穌基督相遇 所以呢 在sister n 那個班那裏 少一些人會是 突然之間很興奮地喊 或者怎樣說 嘩 嘩 嘩然地 少了很多 亦都沒有很多驚訝的東西 但那些驚訝的東西 其實就好像人家看電影那些都有的 是不是 不只是 即使用了她的方法很人性的東西 是被人驚訝 覺得很exciting的東西 但其實外面都有的 但是呢 就是 在現在的sister n 在這裏的時候 那個的 完全那個氣氛 就是呢 他們是完全很收斂心神地去聆聽 那些男生 他們呢 在那個班那裏 好像在聖堂那樣的 很乖的 好像在聖堂那樣的 他說 沒有人 沒有任何人的方法 可以帶到這個這樣的東西回來 而這個的就是 真真正正正正正工作的 其實就是耶穌基督 因為sister n 有內收的生活 讓耶穌基督通過他 去幫那些小朋友 所以呢 有個效果 這個是一個超性的效果 因為有內收生活的修女 讓耶穌基督通過他 去去工作 所以我们的工作能够能够达到灵魂的仇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说只是靠人性的方法 我们不是说只是要令人觉得 好像有些哗众取宠的一个做法 我们真正要人去做得到的 是能够建设一个真正的内修生活 能够真正让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灵魂之内工作 但是我们要做到这一样的事 我们要自己才有一个内修生活 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样的时候 往往我们真的会做不到这一样的事 而我们要去可以令到其他人 可以做到复传的工作 那个内修生活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们作为神父的指导是重要的 有很多对神修很着急的人 可能都会定期去办告解 或者定期有神修的指导 这个是为我们的神修很重要 还有就是我们对圣体的爱都很重要 因为正如这个知如果离开了树架 没有生命 我们那个内修生活的那个全员 就是耶稣圣体 所以我们也都很重要 从耶稣圣体的树得到我们的力量 得到我们这个使徒工作的力量 也都可以想到我们使徒工作的成效 好在乎我们对圣体的爱有多大 所以我们如果是妥善的参与尼撒 妥善的领圣体 也都真的会用时间去朝拜圣体内的耶稣 这个都能够帮到我们 能够建设一个真正的内修生活 这个就是内修生活的 可以说是由我们去爱圣体开始 所以我们当然 当然我们扮好告解 领圣体如果有需要的话 现在有大罪的话 或者我们都会勤办告解 为了可以令到我们的勤领圣体 能够更加有这个果实 我们都需要来到去用时间 来到去给耶稣的圣体 我们在离撒前 可能就是早点可以去预备好 或者我们离撒 领圣体之后 不要急忙地就离开 但我们都会去用这个时间 来到去妥善地来到去借圣体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这方面 着紧一点的时候的话 我们的内修生活 也都会是更加有这个动力 更加有这个力量 来到可以做起天主以爱做的事 所以这本书 我都说了五个部分 部分一是内修生活 还有说到外在的生活和内修的生活 两者的联系 两者是相互相成 而外在的生活 Active Life 没有内在生活是很危险的 也都说到内在的生活 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刚刚讲完的 我们分了两次讲的 就是内在的生活 令到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活动 能够有果实 因为得到天主的祝福 因为可以令到我们能够通过善表 去圣化他人 因为帮助我们能够 去将得行来发挥出来 也都令到我们说出来的说话 能够真真正正有更强的说服力 要是发自内心的 还有就是说 我们有内修生活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到的果实 是更加的深和持久的 还有就是说到要去培训 我们叫做中坚分子 每一个堂区 每一个团体 有一群中坚分子可以是全教的 这个是教宗庇护十世话 是很紧要我们今天 这个要帮助社会的一个事情 而最后就是说 这个的圣体圣事 是我们内修生活的中心 而我们这个要有试图工作的成效 圣体圣事是我们唯一的希望